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此生只有天上有,英国一名十岁自闭症男童科特尼,Kellum Courtney,在大卖场唱歌为慈善团体募款科特尼高歌的片段,PO上脸书吸引超过109万次点阅,也让他一曲成名,获得出唱片的机会。 综合外媒报道,科特尼为英国慈善团体巴西尔登·Bazilden募款,在一间阿斯达·奥斯特连锁超市的走道镇中央,高唱美国歌手罗宾森·Smokey Robinson的名曲《谁在爱你?》吸引不少顾客驻足欣赏。 科特尼妈妈特普尼,Chupney Courtney将唱歌慈的画面拍下来,原先是为给无法到场支持的老公看,但科特尼阿姨罗斯给D Rose将影片上传到脸书,让科特尼填赖的嗓音爆红。 影片不仅吸引网友疯传,目前超过12000次分享,109万人次观看,也引起一个唱片制作人的注意,要帮他出一张公益单曲。 特普尼对于科特尼有自闭正乐观看待,他表示科特尼虽然有轻微的社交障碍,但让他获得音乐的天分,并能在大众面前不畏惧地高歌,他称这是他的超能力。